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戲子小小主播新聞 我是小主播蔡婉居 每年戲子區 看稿可惜的櫻花開 都有好多人賞花 為了明年的花 能長得更多更好 迪長也用心照顧 希望明年花開得更漂亮 這是今年櫻花盛開的景象 只見沿岸步道上擠了不少來賞花的人 過年期間更是擠爆 戲子康告康熙這幾年來花況越來越好 抬頭望去 富士櫻 山櫻花 桃紅色 粉色花朵盛開 真言比美 風景好漂亮 吸引好多的民眾邊散步邊賞花 更多人是拿起相機忙著拍照 而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只見目前櫻花樹上的綠葉幾乎都已經掉光 為了明年的花能夠長得更多更好 里長也動員志工施肥 每一株櫻花樹下都撒下足夠的肥料 所以今年我們就開始請我們的志工幫忙再撕回 因為我的櫻花每年至少有撕回過兩次 那我感覺假如比較弱的時候我再增加一次 所以我們一年最少有兩至三次的撕回 但是我撕回是用那個有機回的 顆粒的這幾年我給他觀察 我們用顆粒的可以促進他的開花 還有那個櫻花果 明年文化禮櫻花祭預計要在1月27號舉行 這一天戲子區長林慶豐也來看看 目前櫻花樹的情況 並且也一起為櫻花施肥 因為康告坑西沿線種了200多株的櫻花樹 這幾年推廣賞夜櫻 在沿岸都會架上燈球以及景觀燈 五顏六色真的很美 而明年初也一樣會在1月架燈 櫻花祭將會盛大舉辦 那目前陸陸續續有一些少部分的櫻花也都在開 那我們今年的部分也特別來結合相關的一些攝影比賽 以及那個打卡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期盼說能夠邀請更多的人來到我們康告坑西來賞鷹 那也來促進我們區內的一個經濟 那也在這邊歡迎大家能夠一起來 康告坑西楓熙呼籲生態很好 而要照顧這一大片的櫻花林也真的很不容易 里長志工都付出很多 尤其溪流與櫻花樹相揮映真的很美 明年花期預計會從1月20號到2月18號 賞花不必遠游 細紙文化裡的櫻花就很有看頭 這場慧玲希致 採訪報導 紊章 除紙文化裡的櫻花 採揚